这是他的一个主要执走 是 打球 在前点的投球中文 图斯蒂 前点之送 进去里边 再打回来 远射来一脚 这球打在球门力度上反弹 弹在了郭宣博的脚上 又钻进了球门 郭宣博也没办法 想找一个后点 我来看看 比赛刚一开始 进攻队员对他有一个明显的干扰 到林 左脚敲给周正 左脚再传 后点 无楼 张璐吧 就是他太安静了 你说他踢了一场非李建宁的比赛 对 这球 这球着急了 您这样的位置呢 其实也不好 这球如果他不碰呢 好球 连续的锅人 好球 连续的锅人 再到身后 再到身后 这条 解围直接奔大门去了 形成一个无路的锅 解围的乌龙 这球在高远 是用脚尖够了一下 但是从 十二双永昌的进攻的这种反击的向来说啊 直接传两个中央位的之间的这么一个衔接部位 首先他这个打法 这是在中间的 松田がそのまま上がってきます ゴール前に入って 高原不利になってます 逆サイド 折り返す チャンス打 马西卡在右侧嫌威急剑中间还有阿鲁科 马西卡怎么走 往中间走 先被张诚碰了一下 再打门 这球飞向了球面 一个排球路上搞掉 再进在藤梁上 这球进了 比赛达了16分钟的时间 最后一下防守队员在回房的时候和张鹿 成了一个抛物件 对 最后一下 其实张诚是把球开进了自家球门 这一下张鹿到位了 有希望接到球 但是张诚的这一下确实 他也不清楚身后的情况 而且马西卡逼上了 干脆来了一脚 哎呀 差一个 看看布鲁诺的这一侧 有了 这个球直接停了一下之后 横波直接瞧远端 宋正瑜确实这反应不敌 因为门酿那一下 他自然的反应是我去找球 现在 然后他正好再往回转身 再看 正好再往回转身移动的过程中 没想到 库里边 自己来完成传球 哎呀 这个球其实门将应该是可以拿到的 如果后卫不碰的话 门将应该是可以拿到的 但是呢 在前点的张立鹏可能不知道身后的情况 他仓促的伸脚 如果后卫能够听到的话 这个球其实没有什么难度 因为 不太可能会让锁马碰到 朱晨杰还跟着锁马 张立鹏的这个球呢 也是 如果 和门将交代了清楚的话 这球应该肯定是 严俊林可以 Kalamitous, Catastrophe, Furious Coach, R&F 0, Chongqing Li Fan Won 經過一段時間調整,這個陣容啊,是不是能夠摸扣到位? 前進來第一槍 哎呦!這個迴旋!出現了! 烏龍球! 這也算有點違逼太過的 壓力太大了 這下呢是典型的,這個防線隊員跟門匠之間的呼應不足 而且呢在腳法的運用上 這陣營的衣服要混戰了 這個 很辛苦 從前脫手 脫手 過來 打到力度上 手臂還自己 手臂還自己 快出了 不算了 還沒把秩序 出了 看这个 不算漂亮 但实际上 美国是一种美国的福音 这些中国人的优责 这一个几分钟的时间 党章队队是在半场 形成了这种压制性的进攻 而新疆队解困呢 也没有能够把球踢远连续两下 谈下了自己的球员方向 球进了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这个就是 实在是 实在是有意思 球门 哎呀 这在足球比赛里面啊 真的是太少见 太少见了 再来看这一脚倒钩 正好测在了好像小腿上 一二阶级内出现了失误 再来看这一脚倒钩 再来看这一脚倒钩